來請教尤虎老師 哪些手面向的人 就是熱情好客 我現在要講這些手面向 就是他的天性 是他是天性熱情好客 不是那種商業行為的熱情好客 什麼叫商業行為 你是推銷的 業務的 那請客還跟公司買帳 那當然很熱情好客 那是有目的的 我現在講不是 就是天生 天性 很熱情好客 好 這裡我把它分成兩種 上面就是基本條件 就是說有些人天生 就是他的這種個性的 因為上面我寫的這兩項 他就是有基本條件 他就是熱情 就是大方 就是好客 那下面追加條件 就是等於是錦上天花 多多益善 越多的話就是你越好客 好 我們先看一下基本條件 基本條件我把它列了兩項 第一個是用嘴巴來看 在我們人像裡面 這個嘴巴代表什麼 嘴巴代表吃 也代表浪費 也代表領導 也代表講話 也代表交際應酬 你熱情好客 本身就是這些事情 都是剛剛我講的 浪費 吃 那麼領導 然後交際 都算是這些 所以如果一個人的嘴巴 口大四方 嘴巴大 嘴巴大的標準是這樣 跟你自己的眼睛來比 像我現在畫的這個 你的嘴巴有像眼睛 比眼睛大一點 那就是嘴巴大了 當然越大就越更大了 就基本上你的嘴巴 跟你自己的眼睛來比 口大嘴唇不能太薄 嘴唇太薄看起來 只有這樣一字嘴而已 薄薄一條線而已 就是你可能像有點厚 也不必說太厚 不必像非洲人這麼厚 略略要有一點厚 看起來就叫口大四方 口大四方 我就剛剛講過這種人 他能夠自己有吃露 但是他也是消費 也是浪費 因為熱情浩克就是一種浪費 但是口才也好 但是一般來講又有領導力 那畫下去 大家喝下去 很熱情浩克 就是第一個是看嘴巴 其實第二項我們看什麼 第二項是看鼻子大 通常鼻子小的人 我們講說這個人鼻子小 小裡小氣的 鼻子大 他一方面他精力充沛 一方面他可能 賺財博工 賺比較多錢 更重要重點是要孔養 就是兩個鼻孔是財庫 財庫養了 他就是會花錢 你要浩克要不要花錢 一定要花錢 所以鼻子大有錢 然後他又會花錢 所以就是熱情浩克 這兩項基本一般來講 這邊都是 它的基本條件 有具備的話 你就符合我們的主題了 好 再下去 我們的最佳條件就是說 有也好 沒有也好 你有的話更是不得了的意思 第一項我們稱為叫做 五大格 什麼叫五大格 五大格的說法有好幾種 第一種就是 頭大 眼大 鼻子大 嘴巴大 耳朵大 就是五大 那也有人把那鼻子去掉 加上肚子大 也是五大 有些人把耳朵去掉 加上臉大 也是五大 反正這五大就湊出五個就對了 那整個五大你可以想像我畫的這一個長相 這種人就是大氣 你頭大 臉大 鼻子大 耳朵大 嘴巴大 大氣 我是相對的有些人很小氣 什麼叫小氣 你看那種人 小眼睛 小鼻子 那種人小臉小氣 做不了大事成不了大業的 大氣的人就很大方 好爽 那當然在工作方面通常也是算是 比較能夠成功做成大人物的 所以臉上來看是五大 那手上來看的話 這種豪爽大方的人叫做大三角 什麼叫大三角 我們人手上都有三角 但是也有人不成三角的 是什麼來講呢 這個是生命線 這是感情線 那這一條我們也有人稱為叫做健康線 但是也有人叫做考正文 這條線有些人沒有到這個樣子 有些人比較短 那就沒有成為大三角 大三角這個整個合起來 然後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就是表示 你中間三角形湊出來非常大的樣子 這種人活動力非常的強 而且他有犧牲奉獻的精神 就是我有錢我可以跟人家分享 那麼當然這種本人事業也不錯 但是他的特點就在這個地方所講的 豪爽大方 當然就是熱情好客 好那這幾項給各位做參考 看看是不是屬於這一類的人喔